等紅燈突然被小黃給撞上 台北市大安區在凌晨 有一部計程車疑似謊神 駕駛是沒有注意到 因此撞上了停等紅燈的機車跟腳踏車 造成三個人擦挫傷 計程車撞擊當下 還一路繼續往前 直到撞到耗製燈桿翻車了 才停得下來 小黃越看越右邊 騎士低頭看手機 沒發現危機在眼前 碰一聲硬聲撞上 但小黃繼續衝 撞到耗製桿才翻車停下 計程車橫躺馬路上 寶特瓶塑膠袋散落一地 馬路上還有一道道長長的刮痕 小黃前車殼破損快要掉落 無辜遭撞的機車車殼裂開 腳踏車前輪則是變形脫落 兩名騎士擦挫傷 警銷道場連同肇事駕駛 將三人送一 索性都沒有大礙 脫腳車小心翼翼 將橫躺的計程車移震 一旁耗製桿 則是遭撞歪躺在路樹上 車禍發生在三號凌晨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與建國南路路口 計程車駕駛疑似未注意謊神 撞上等紅燈的兩名騎士 一共三人插錯傷 駕駛經過路口時 向右偏移撞到在等紅燈的機車 腳踏車 所幸都受傷輕微意識清楚 警方倒搶時是酒測 三人都沒有酒駕 可是好端端行駛在路上 怎麼會突然右偏 駕帶轉區的機車騎士跟腳踏車騎士 都遭撞受傷 詳細的造勢原因 警方還要調查 記得江沐宇 台北報導 警方機車 這種 Ganun 沒有